小沈带记者来到他租的这套房子 一共五间 他租了其中一间 租期一年 小沈说7月份的时候 就看到客厅里有一个电动自行车的电瓶在充电 肯定觉得是不安全的 因为新闻上经常有报道 电瓶危险 还有电瓶出事故的这样的新闻 然后我第一次看到了这个 我先去询问了一下 先求证了一下这个电瓶是谁的 发现是06沃的 然后我跟他们沟通 他们直接拒绝了沟通 房门上的自如安全贴士中写着 电瓶车不要在家中充电 因为和室友没有沟通好 小沈把情况反映给了自如平台 他说区域经理表示会告知客户 不允许这种情况再发生 但后来这名租客还是在客厅充电 区域经理又反馈说会做清退警告 之后要是再出现一次 就直接打清退审批报告 客厅里看不到 但是后来还是发现 他们在房间里继续充电 自如平台的规定是 如果发现在室内给电瓶车充电 多次不改或者说是情况严重的 直接是按照单方面取消合同 小沈提供了一张照片 可以看到房间里放了个电瓶 看不清有没有在充电 小沈说自己多次反应问题 自如平台总说已经告知当事人 但从没上门检查或者看过 我的诉求很简单 一直就是想让那个自如清退 这个违规违反合同约定的室友 杭州自如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品牌部的工作人员回复说 小沈7月份反应问题的时候 他们就几次进行沟通 也上过门 室友保证以后不再室内充电 8月份小沈再次反应问题 管家上门后发现 室友把电瓶拿到了自己的房间里 不过表示没有充电 再次和对方协调后 对方同意 以后不会把电瓶拿到房间里了 因为整个过程中 平台认为租客还是比较配合的 所以不满足清退标准 另外租客房间属于私人空间 在没有明显证据证明 其违规的情况下 平台工作人员也不能随意进入 他们还了解到 小沈跟这位室友 之前因为其他的事情 也存在一些矛盾 室友愿意换房子 但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 接下来他们会继续协调 1818黄金眼镜主报道